大家好,这也是游戏废人 先说好,我完全不反对AI 我自己也已经帮公司用AI处理了上百张图 最重要的是要修图 不要出现明显不合理的线条或构图 例如新仙剑奇侠传 灰剑问琴的这个李大娘 使用AI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虽然那个手指还是让人感觉很微妙 但看得出来多少还是有修 只是如果要把AI图修到完全看不出来是AI 真的不如看着AI图当范例 手绘一张比较快 讨论是否用AI之前要先有一个认识 为什么要用AI 不外乎省钱、省时间、成本符合标准 这三个缺一不可 但有用过AI的人都知道 现在的AI没有万能到这种程度 AI可以轻松解决一般绘图80%的需求 但剩下的20%人工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 想靠AI解决却反倒需要花费数倍以上时间 这与其说科技不够 不如说硬体还跟不上 例如大家最常讲的手 其实AI已经可以正确的画出手 只是你必须要给它足够的解析度空间绘制 以一张1024×1024的图为例 手指的占比小于300×300就非常容易出现扭曲错误 然而家用电脑即变顶规 了不起算出2K大小正方形圆图就很拼了 一般电汇圆图解析度都是超过4K 甚至我们常见的游戏图 通常都是接近1万乘1万的解析度制作 想靠AI解决这些小问题当然可以 但就会牺牲省钱省时间两个优势 如果用AI还不能省钱省时间 那还有使用AI的意义吗 所以现阶段真正能把AI用好的使用者 也必须有专业美术技术 毕竟这些AI跑上千张都无法解决的东西 绘师只要绘图板拿出来半天就能解决 我就有看过一部AI本本 是我认为到现在最棒的AI本 作者也毫不吝啬的分享制作过程 为了固定场景 作者亲自去现场拍照再训练成LOLA 再来为了确保所有人物的位置与部件 整部漫画是作者先手绘完成所有的分镜与动作定型 甚至还用Blend 3D建模构图 再让AI进行绘制 绘制出来的单张图片多少还会有瑕疵 于是作者在对同一个画面进行连续运算 再将所有的图片用图层叠加 只取绘制正确的部分再进行合成 即便使用AI 但对专业美术需求一点都没少 实际上制作一部漫画的时间与心力 并没有比手会省多少 回过头来看这次的非然争议 我个人也觉得部分用了AI 但有经过专业绘师处理过 单纯靠AI演算是无法算出这样子的图 除非你先画好构图再给AI 但这就本末导致 没有专业绘师哪来的先有构图 以这次的存销理应下 我个人认为 人物电汇 背景是由AI绘制在做调整 会这样子判断是因为 存销理应下是有Live 2D动态 Live 2D制作需要用图层拆部件处理 就像这一次复兴商工AI争议 就是一支没有图层 如果要用AI图制作 就必须先手绘修好AI辖之后 按照动态去切割 动态部分必须考虑移动后的部位显现 所以还要将原图没有的部分 补绘上去 也就是如果用AI产生一张完整图 为了动态 还要在手动切割部位 切割完还要帮这些部件去被补绘 既然如此 还不如一开始直接绘制部件 最后拼起来就是一个完整人物了 人物没问题 但背景就明显有AI绘制在处理过的影子 最明显像AI的文字部分 可以看得出来是刻意保留 从开专用剂的动画可以看到 虽然这些文字很像AI产生的畸形文 但有好几处是完全相同或对称的 AI文字除非一开始就使用Ctrl内先定好 否则无法在不同的位置产生完全相同的形状句子 这些一定是手动复制贴上 再加上景深 使得背景没有那么明显 单龙在动态转场时 其实也没有位置问题 所以文字的部分比较像是原厂 故意想要让玩家看不出来是什么文字 毕竟如果你真的用中文 我们读得懂 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有的没有争议 因此整体来说 我会觉得春宵的一定下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AI辅助作品 总结来说 除非法律规定使用AI犯法 未来这只会成为常态趋势 但AI并不是毒药 用得好的确能使作品的品质提升 对港工美术的人来说更是事半功倍 最后还是那个结论 AI不会取代人 而是会用AI的人将取代不会用AI的人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